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 Channel 今天我们就找来这个洗车 聊点特别的问题 关于 Performance Car 等轮胎 这种轮胎要怎样选的话 你知道吗? 如果想知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 车轮胎要怎样选择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老板Dennis 看一下他的那个 Daily Car 是什么车 这辆车在我后面是 BMW M2 Competition 是代号 F87 对不对? 对 F87 的 M2 然后你拿这辆车来当 Daily Car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有好几辆车 然后全部的车都是 Menor 的 然后我就需要一辆 Auto 的 可是我就选了这辆 虽然是 Auto 不过它是 Dio Clutch 它的基本条件其实都在那一边 就讲我对车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就讲如果是少过 如果对我来讲你要上到 Performance 的 Level 的话 没有一个三四百匹 你都比较难去比较难去玩这辆车 没有这样好玩呢? 没有这样好玩也是有好玩的地方的 你要玩 Suzuki Swift 你要玩 86 都可以玩 不过那会是另外一种玩法 可是那种玩法我之前都已经玩过了 所以现在都是比较玩 换点别的口味啦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这辆车齁 其实每天看你 Daily Use 啦 你觉得这种车要 Daily Use 有什么条件? 这种车要 Daily Use 说法我是辆车的 Suspension 还是延装啦 然后呢这一辆车我有在 Spunk 做过时间了 是 2.26 official 的时间来的 2.26 OK 2.26 对一个延装车来讲的话呢 它是算相当的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这样子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我们的读者 跟我们的 Website 也是有人留言问的啦 就是他们平常是加 Performance 卡的 然后他们也像你这样子啦 有时候会去下 Track 然后有时候要主要是 Daily Use 啦 要选怎样的轮胎? 因为对他们来讲 如果你用太过 Performance 轮胎 你日常市区驾驶就很跳很自由 然后如果你用家用胎的话 你下 Track 又不够抓地力 表现又不好 这样子要怎样解决这种问题? OK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有几套的轮胎 当然这一辆 你可以有一辆就是 Daily Use 的轮胎 然后另外一套轮胎呢 就是下 Track 的轮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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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像我这样子的车呢 当然我们要 Performance 的轮胎 选择很多 你可以去到 Slick 你可以去到 Semi Slick 可是像我这样子 我喜欢去跑时间的 如果我们去车邦跑 Challenge 的话 你 Semi Slick 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了 所以我就会选择 Ultra Performance Diary 这样子的话你的 Category 不一样 OK 所以我呢 像我这样子我会选 就是可以日常又可以 Performance 轮胎 就是不用去换 就不用去换 它可以两边都固到 对对对对 什么轮胎 我现在用的是 Continental SC 7 Sport Contact 7 Sport Contact 7 这一套轮胎其实是有故事的 从以前在 2008 年的时候 我买的第一辆 BMW 3 Series 190 190 那一个时候就有 Run Flat Diaries 你知道吗 那一套 Run Flat Diaries 就是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来的 那个是我第一次用 Continental 它原装来就是用 Continental 轮胎 对对对 是一个 Run Flat Diaries 可是那一个时候呢 一条 Diaries差不多是要从 1600块起跳 一条 2008年 1800不便宜 那个年代的义价 那个年代是 1600块起跳 1600块不便宜 是不便宜 然后过后呢 其实就是我轮胎用完了 过后 我有换过其他的轮胎 就是不是 Run Flat 就是普通的轮胎 我换了好几个所谓的 就是 Performance Diaries 可是到头来 它们的那一个 它们的抓地力啊 还是它们的 Performance 都没有这个 Continental 的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有 一点信心了 然后呢 第二辆车呢 就是我的 Civic Type-O FK8 哦 FK8 对对对 你知道 FK8 就是它在日本 就讲它在设计那辆车的时候 它原装用的轮胎 全世界都是用 Sport Contact 6 意思就是它在 它在 Testing 的时候 它在 Develop 的时候 就是在用出那个轮胎做 对对对 它就是用 Continental S6 来做 哦是哈 对对对 那20寸哦 你看那个 FK8 他们做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很多人的一个 一个 Dream Car 来的 嗯 所以意思就是你买 那个 FK8 它原转就是 XC6 对对就是 XC6 然后这一次呢 XC7 High Launch 过后呢 我就有去 Try 它了 因为像这一种后轮车呢 Performance 就讲有300匹以上的话呢 其实它的抓地力 就非常重要了 是因为在下雨天的话哦 你有300多 这辆车有400多匹啦 400多匹啊 你在下雨天是很难抓地的 会打滑 对会打滑 然后呢 我们就一定要选 就是干地 四地都可以的 有很多 so-called performance 轮胎 它们在四地是不行的 可是这一条轮胎呢 它在四地的抓地力 仍然是非常好 然后它在干地的抓地力 就不用讲了 尤其是最近一直下雨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后轮车 后轮车你的抓地力 一定要很强 你一起步一拉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样子你讲 现在你用 XC7嘛 嗯 你也用过 X6哦 嗯 这样子两个有什么差别主要 我是觉得在 XC7呢 它的 呃 它跟 XC7有一个共同点先 它们的 sidewall都很strong 跟 XC6哈 对对对对 它们的 sidewall就是旁边的那个臂 臂臂都很强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 FK8 FK8啦 它用20寸轮胎 它的 profile好像是30罢了哦 这样薄 很薄 30很薄耶 对30很薄 可是它还是仍然可以保持那个舒适度 啊 对对对对 还有它的抓地力在 你用30的轮胎基本上呢 平时就应该是很难见 你一过动啊什么东西 你都fuel到完全 如果你的台币太 太薄的话 你过那种 bum 还是那种减速带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可是 Type R的FK8呢 它就仍然可以给你那个舒适度 嗯 不过它的sidewall呢 是非常的strong的 就像你在过完了之后 你的轮胎不会跑行 它撑得住 它撑得住 就那个body roll就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它就可以就是保证 就是在它的performance上面 可以保持它的那一个 就是它的能力啦 这样它的抓地表现 如果跟6比会进步很多吗 会 它比6比还是会更加的好 嗯 然后就是讲 它的这个损耗的部分呢 因为很多人买performance轮胎 最怕就是损耗嘛 其实轮胎呢 对我来讲呢 我自己心里面 拿一条轮胎的寿命 是3年罢了啦 嗯 你要驾到performance车的话 因为这一种performance车 它用的那个胶质 肯定跟那一些 eco-dia是不一样的 也是 eco-dia可以给你用了6年 因为你的mileage 你的里数很少的话 你可能就是 加一个40千 你6年才加一个40千 你可以加到6年的 可是如果是performance轮胎的 我不建议你用到6年这样久 嗯 像我这样子轮胎 我一年下去 下去了几次 它可以下去五六次的话 我就够了的 所以可能一年过后 我就用完它了 OK啦 讲了这样多啦 你也分享了这个 日常用 赛道用等等等等 嗯 然后加上你有用过这样多 performance轮胎啦 嗯 这样子你会推荐 人家用这个轮胎吗 我是觉得 如果你是要两用的话 嗯 试干地的话 呃 这条轮胎是在目前我用到啦 最满意的轮胎来的 嗯 啊 这个不是讲完开玩笑 如果是可以帮我找代言的话 就帮我找代言 啊 Kunty会看那个video 他应该看得到 他们的PR那边很厉害 track的 啊 这样子的话 如果OK 如果以一个比较均衡的轮胎啦 打分啦 10分半分你给它打分 所以 这个轮胎喔 其实我给 我对它的这个评价蛮高一下的 啊 因为它真的是 我在daily的时候有时候 就是 啊 啊 然后呢 就是下车也可以 对我来讲 其实是 呃 相当适合我自己的用法啦 嗯 我的lifestyle啊 就是上山也可以 下车也可以 去买菜也可以 然后也是那种 啊 OK OK啦 我相信这个分享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啦 因为最近真的蛮多人摸我们 Performance 车的轮胎怎样选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分享帮得到你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还有你对这个SC7有什么看法咧 你也可以一样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轮胎的分享影片啦 如果帮到你的话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哈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